劉沛妍的英文教室 知识阅读篇第41期 我们把法国讲完 一方面学学不错的英文 增加英文能力 一方面增加知识、常识 对法国多了解 那当你看的时候就要从一一往下看 有个秩序 我们继续看下去 Over the following year Allies and French resistance emerge victorious of the Axis powers and French sovereignty were restor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This entering government established by de Gaulle Aimed to continue to wage war against Germany and to purge collaborators from office It also made this ever important reform Suffrage exchange it to women Creation of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当中 这同盟国和法国的抵抗军 emerge 出现了一些 一些胜利 对抗希特勒的 首心国 然后法国的suffer humanity 法国的政权也恢复了 也建立了 provisional是临时的 暂时的 临时政府 法国共和临时政府 在这个entering 也是过度的 过度的政府 是由establish 被谁建立 被戴高乐建立 他瞄准 瞄准了什么 他准备呢 致力于 继续的发动一些战争 对抗德国 同时呢 也进化 perge 整数 排出异己的意思 一些同盟者 就在他法国政府里面 就通敌 跟德国通敌的 一些官员 然后他也做了一些 重要的改革 包括这个 投票权 扩大到妇女 所以法国女人投票 从这都开始 有投票权了 然后也建立了一些社会安全的 一些系统 一些机制 在中国的官员 取得 彼此的 优优优独播 他在军事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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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c Growth 这个戴高乐呢 他很积极的 参与了一些主要的活动 在20世纪 这个冒号 因为他曾经是一再的英雄 也是二次大战的法国领导人 他变成了法国总统 他采取了这边 Active Party 哪些积极的措施呢 就是解除殖民 不再殖民了 然后维持法国 变成一个还是大国 因为二次大战受损严重 他恢复法国 还是变成欧洲的一个大国 然后他也克服了 这个法国二次大战之后 一个非常大规模的 1968年的五月 我们叫五月风暴 很多工人啊 学生啊 上街抗议上百万人啊 他克服了 镇压下来了 然后他的法国政府 也做了一些很多 基本的Ground Work 基本的工作呢 就是包括一个新的 宪法的秩序 就是产生了第四共和 然后呢 也见证了一个法国二次大战以后 快速的复兴 所以其实二次大战以后 欧洲的父亲 他要谢谢谁 谢谢美国 因为美国有一个马歇尔计划 帮助他们 所以美国这个 真的很会帮助人家 所以你说美国伟大 世界警察也不是白叫的 二次大战 他这个 马歇尔 振兴计划 振兴了欧洲 所以欧洲都感谢他 那你说中国吗 要感谢他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就是美国捐钱设立 美国不捐的话就 就没有清华大学了 台湾有一个清华大学 中国有一个清华大学 没有美国这个就没有清华大学了 a France attempt to regain control a French into China but was defeated by the Viet Minh in 1954 at a climatic battle of Dian Bain Phu only months later France faced another inticolonialist conflict in Algeria in 1958 the weak and stable fourth republic gave way to the fifth republic which included a strengthened presidency 法国呢 法国呢 试着重新去得到什么的控制权 力道权呢 就是 法国印度之那 Indo China Indo China Indo之那哪里 也不是印度 也不是中国 越南 所以以前越南叫 Indo之那 所以法国成为外的统治 那个越南 越南被外统治 所以越南还是像包围很多法国文化 吃大蒜 法国 法国长条形面包啊 喝法国咖啡啦 有些衣着啦 所以像到那个 到越南啊 胡志明市啊 西贡 以前西贡啊 胡志明市啊 还是看得到一些很多这个法国风味的东西 但是呢 法国是被那个 胡志明 胡志明是法国的国父 那这样 中国国父 孙中山 被他领导的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 越南独立同盟会 不要击败了 1954年 在这个很有名的一场战役 Climate就是高峰高潮的 这个很重要的战役 决定性 关键性战役在 电鞭斧 我们中文叫电鞭斧 然后几个月以后呢 法国又 这个乌漏偏逢林业宇啊 前面这个 越南独立啊 结果几个月后啊 乌漏偏逢林业宇啊 非洲的二级地啊 也掏殖民地 也闹别扭 也 也打仗 也反抗 要那个反殖民 在1958呢 这个比较软弱的啊 以及不稳定 第四共和政府的gateway就下台了 放弃了 为人家铺路了 放弃了 就变成第五 过渡到 变成第五共和 所以法国到现在还是第五共和 然后第五共和就让法国有一个比较强 比较那个强势的总统 所以法国当我们叫双手掌制 但是总统还是权力很大 这六十八是什么啊 是五月 它是1968年的意思啊 1968年五月的抗争活动 就是我们叫五月风暴 很厉害 二十大战后放过最厉害了 因为那时候 这个学生啊 因为学生最这个 学生最敢勇于表现 还有工人 就是对那个各方面方面 二十大战之后 一下子啊 经济也不太好 然后政府也管太多 很多地方不自由 对现状不满 大规模抗争等等 虽情太重等等 上百万人八功八克上街头 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然后它就带来了 五月风暴带来很多的变革 包括堕胎合法化 从那时候开始堕胎就合法了 女性的参政权 还有一些那个同性恋 除罪化 不再歧视它 在这个冷战期间呢 而代工人追逐一个 一个什么政策呢 就是国家自主化 独立的 以对抗这个西方的美国 跟东方的这个德国 在冷战期间 美术两强当中呢 它独立 中间不偏哪一方向 到最后呢 它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它军事联合指挥部 但是法国还是留在NATO 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它同时呢 它也发动了一些 这个Nuclear Development 而且发展 发展核子武器计划 然后让法国变成全世界第四个 拥有核子武器国家 美国嘛 苏联嘛 英国嘛 法国 接下来就是中国啦 印度啦 这些国家 那当后来 美国一看不行啦 联合国一看不行啦 后来就不准 所以伊朗啊 跟北韩就不武器说 那你们前面可以 那为什么后面不行 叫百物品 他就重新啦 恢复了一个 后来就是很热忱的啊 一个很亲密的一个 法国跟德国的一个关系 他就建立着 在这个美国跟苏啊 两大强权当中啊 这是Firis半球 西半球 美国东半球 苏了 卡路易就是一个平衡点啊 为的是重量嘛 分量 卡路易就是自衡大 一个平衡点啊 变成美苏的一个平衡点 但是呢 他反对任何一个 一个什么发展呢 Super national 就是跨国的 超过国家的 一个欧洲 跨国的国 欧洲 他比较希望 他比较欢迎那种 欧洲是各个单一国家 在过各地一国的 在五胎以二里和 上十分 AGAIN F情况 特别人 我漆到 执运动 从长ний 中下而已 除了 执嫌 국奥 阿OULD 从长ności 德国 Party 尽 掉 本 这执 translate 从 Winf 萝 Lind to resign shortly after 在法国呢 他被公认是一个分水岭 就是什么分水岭 就是一边就是一个保守主义 保守的一个 一种思潮 那另外一边分水岭 另外一边分水岭就是山很高 那个山岭 这个山极限 分两边 所以河水就是两边各有水 另外一边就是比较自由的 新潮的思想 所以这些比较保守的 穿通的思想 就包括宗教思想 爱国主义 还有这个政府集权 Shift就变成了 变换一个更自由的 自由主义 就包括这个叫做 现实主义 Secularism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宗教分离了 因为欧洲以前都是 宗教治国比较多 宗教教会影响力很大 这边就变得分开了 不让宗教管得更多 我们叫世俗主义 或者叫自由 这边是个人 个人主义 个人自由 强调个人自由 还有这个性解放 所以我们说欧洲 尤其北欧 是性解放 就这时候也来了 性解放 然后再买难一个失败 对政府不信任 就是指五月风暴的事件 但是戴高乐 他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强悍 他非常强悍 所以他后来就辞职了 他是那个活动压下来 可是老百姓后来不领情 后来还是问题很多 所以他最后没办法辞职了 但辞职以后 他后来又当选了 所以二十大战之后呢 这个法国领导人 戴高乐辞职了 然后英国领导人 邱吉尔 声望最高 结果竞选连任 输掉了 他跟戴高乐一样 后来又选又赢了 他这个 这等于是宣示了一个分裂 在法国人民跟戴高乐之间 所以不久之后他辞职了 In the post-Gauler's era France remained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economies in the world But faced several economic crises that result in high employment rates and increase in public debt In the late 20th and early 21st century France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pranational European Union Notably by signing the Maastricht Treaty which created the European Union in 1992 establishing the Eurozone in 1999 and signed the Lisbon Treaty in 2007 Sense has also gradually but fully reintegrated into NATO and since participated in most NATO sponsored wars 就在后戴高乐时代呢 法国变成世界上的 这个经济最兴盛的一个国家之一 他就要谢谢了 美国 美国马歇尔计划 帮了帮了 帮了法国英国德国 西德 他不管东德 东德是苏联的 但是他也面对了一些 经济上的危机 就包括这些高失业率 还有一些国债 在二十世纪晚期 跟二十世纪初期 这已经快到现在了 法国呢 就是在full front 就是在尖端呢 在前端呢 就是出头鸟 出头鸟 在最前面 在什么呢 就是歐洲跨国的联盟 就是欧盟 现在欧盟 他是等于领导国家之一 Notably by 最有名的就是 他签计的马斯崔克 马斯崔克条约 建立了欧盟 就是European Union 1992年的时候 建立了欧盟区 Europe就是欧盟 欧盟区 1999年 签订了里斯本条约 2007年 那法国也逐渐呢 重新加入了 北拉西亚公约组织 也参加了 NATO 它发动了一些战争 Cent the 19th century France France recieved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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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0年开始 法国就接受了移民 但后来越来越多 后面会讲 就是主要是男的 男人 男性的移民 就是从欧洲 东欧也很多 东欧的天主教国家 因为他们那边 东欧那边没什么工作 他们回去找不到工作 多岁就移民到 移民到法国 而到1970年代 法国面临了一些经济的危机 工人不够 然后就让这个新的移民 永久的可以在法国定居 给他们公民身份 跟他们的这个家庭 有这个France Citizenship 这导致了这个 数十万的穆斯林 穆斯林 回教徒 尤其在大城市里面 而他们住在这个 Subsidize 就是补贴了 这幅补贴的公共住宅里面 但是穆斯林 他们比较失业率高一点 Since 1995 Paris Metro and the IEP bombing France has been sporadically targeted by Islamist organizations notably the Charlie Hadou attack in January 2015 which put very large public rallies in French history gathering 4.5 million people the November 2015 Paris attack which resulted in 130 deaths the Daedalus attack on French soil since World War II and the Daedalus in the European Union of St. Madrid bombings in 2004 as well as the 2016 Nice tractor attack which caused 87 deaths during Bastille Day celebrations Aborrachian Channel France's military efforts to contain ISIS killed over 1,000 ISIS troops between 2014 and 2015 自从1995年 巴黎的地铁 还有 RER 就是法国 一个车站 很不得了 就是 炸弹攻击 恐怖事件 法国 从那时候开始 就不断的 间歇性 間歇性 就变成 伊斯兰共和国 后来被剿灭 被美军 联军剿灭了 变成恐怖主义的 目标 最有名的就是 查理周刊 查理周刊 被攻击 2015年 哇 这个 不得了 恐怖分子进去 查理周刊 拼命掃射 杀了一堆人 杀了二十几个人 这是一个 法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个公共攻击 公开攻击的事件 然后 有440万人 法国人民上街头去抗议 然后 2015年 11月 巴黎 又被攻击了 又造成130个死亡 又不得了 这是一个最血腥的 攻击事件 在法国本土 在厄斯拉兰之后 也是欧洲 整个欧洲 欧园区 欧盟 最 最最最最致命上的一个攻击事件 在什么之后 在马德里车站 那次也是不得了 炸弹事件 2004 还有包括2016年的尼斯 这个火车的攻击 造成巴士 85 87个死亡 在这个法国国庆 这巴士底 巴士底一遇 攻击 在法国国庆 所以后来 美国和联合国必须要剿灭他 然后后来 当然也发现 宾拉登制住他 宾拉登也干掉了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夏马尔这个 行动呢 就是 联合国主导 那法国也参与了 法国 他也参与了 就是contain 这边不是包括的意思 contain也有去制服 对抗 就是 去攻击 然后造成 杀掉了 这个 超过1000个 伊斯兰国的军队 在2014到2015 所以这个是我 14个优秀频道 可以的话 你就多看一下 最好就是全部都按 多看一下 按个点阅 然后 最重要的是 按个订阅 这集讲 那就把法国讲完了